還有一點對於黃國昌 最有利的部分是什麼 只有阿伯不出來 我黃國昌才可以對上賴清德 開玩笑 賴清德總統 我黃國昌都要跟他對的 賴清德時總統 我立委就重選 沒錯 如果柯文哲出來了 要跟賴清德對的是柯文哲 而且因為阿伯被北檢 在那邊訓問的時候 是黃國昌說 你看 那個攝影機裡面 有賴清德 所以一切能夠跟賴清德對上的 只有我黃國昌 所以這個東西才是對他政治上面 備份的往上提升 所以柯文哲不可以出來 對啊 柯文哲是被告 如果他真的覺得自己受害的話 一定是他出來去喊話賴清德 你迫害我 那如果柯文哲出來了 那黃國昌就沒戲唱了 現在都是黃國昌在 嗆賴清德的政治迫害 對不對 如果柯文哲出來了 然後柯文哲可以自己講話的 零肉都合一了 還需要你這個傀儡黃國昌嗎 黃國昌就退位了 所以那個黃國昌的政經 你不覺得這個政經好像政經的很假 沒有啊 是不是很假 你都沒仔細看SOP 怎麼了 他的左嘴角 演不住上揚 他今天是在偷笑 有一些偷動 對 他笑得可開心 他只是一直在強忍他的笑意 最不希望柯文哲被放出來 就黃國昌啊 還會有誰 所以我覺得今天黃國昌很假 因為剛剛有被網友發現 柯文哲辯護律師鄭申源 對 搶在昨天 北檢今天發新聞稿嘛 他搶在昨天在社群網站發文在罵北檢 雖然沒有指名 但是因為全台灣都知道 他是柯文哲辯護律師 他最近手上最重要案子就是這一個 其中有一句話 就是黃國昌 剛剛桂牙那引述黃國昌講 說北檢不如桃檢 所以黃國昌借跟他的好朋友 先帶風向嘛 對 我都懷疑黃國昌之前講的那些 所謂的偵查中的細節 什麼問題 同樣的問題 一問再問啦 什麼問 怎麼樣 我覺得都是鄭申源告訴他的 因為鄭申源這位律師 疑似有前科啊 他曾經可能洩漏過 陳宗燕的相關案子的通話記錄嘛 就洩漏偵查中秘密嘛 所以我覺得黃國昌他們這些人 他真的希望柯文哲出來嗎 你現在叫黃國昌 真的撇下他所有的假面具 你問他內心真正的答案 要怎麼樣問出內心真正的答案 只能用靈魂去問 肉身是問不出來的 我們不是有誠實豆沙包嗎 送他兩顆吃吃看 會不會講一些實話 已經被他吃光了 你說你對黃國昌來講 就他個人的正 你去思考黃國昌這個人的邏輯 就他的行為模式其實很簡單 他永遠是個人利益優先 那就他的個人利益優先的考量下 你覺得柯文哲出來跟不出來 哪一個對黃國昌比較有利 當然是不出來對他有利 因為不出來因為黨主席現在在北索裡面 第一我黃國昌可以打悲情牌 第二我可以假裝很挺阿伯 第三 鼠中吳大將 廖話做先鋒 他就是那個廖話 他現在就是民眾黨裡面 扛霸子聲量最大的 立法院他是總召民政言順 他又是那個什麼緊急應變處理小組的其中一員 召集人 對召集人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抓了立院黨團的權力 抓了現在的黨的處理柯文哲的權力 所以呢 黃國昌現在是民眾黨裡面的一哥 這個時候如果柯文哲出來 他眼前的這些通通都沒有了 我可不可以補充年晃講的 還有一點對於黃國昌最有利的部分是什麼 只有阿伯不出來 我黃國昌才可以對上賴清德 也是 開玩笑 賴清德總統 我黃國昌都要跟他對 賴清德時總統 我立委就重選 沒錯 如果柯文哲出來了 要跟賴清德對的是柯文哲 而且因為阿伯被這個北檢在那邊訓問的時候 是黃國昌說你看 那個攝影機裡面有賴清德 所以一切能夠跟賴清德對上的只有我黃國昌 所以這個東西才是對他政治上面備份的往上提升 所以柯文哲不可以出來 對啊 柯文哲是被告 如果他真的覺得自己受害的話 一定是他出來去喊話賴清德 你迫害我 那如果柯文哲出來了 那黃國昌就沒戲唱了 現在都是黃國昌在嗆賴清德的政治迫害 對不對 如果柯文哲出來了 然後柯文哲可以自己講話了 零肉都合一了 還需要你這個傀儡黃國昌嗎 黃國昌就退位了 是不是還可以假想一件事情 如果柯文哲沒出來 然後黨主席什麼權力結構都換人之後 請問一下 不分區立委做兩年這件事情還要實踐嗎 會不會可以不用 可不可以是不是可以推翻 因為因應黨的這個 特殊緊急變速 這叫什麼 動員看萬事 不用啦 就說柯文哲 透過攝影機跟他講就好了 對 他現在不都一直通臉 或者是可以講說 柯文哲跟黃國昌去花蓮幫傅昆吉媽媽 這個告別室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跟他講了 反正現在話都是黃國昌講的 寫在皮帶的裡面 那一段時間到底黃國昌跟柯文哲 講了什麼話 沒有人可以證實 反正柯文哲現在一直被羈押禁見 應該不會鄭森媛也出來講這件事情 應該不會 變成鄭森媛要集會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出來比較好 包含剛剛講的 有沒有可能在後科時代 黃國昌就真的變成民眾黨的扛霸子 有可能 再來對所有的民眾黨 那巴西立委來講是不是好 如果柯文哲出來 那兩年條款可能就要落實 因為當時承諾人是柯文哲嗎 那現在如果一直被壓 柯文哲就一直沒有辦法試試的時候 他講的話就記在牆壁上面 大家就不用理他了 對不對 後科時代的民眾黨的扛霸子說得算 那如果扛霸子是黃國昌 黃國昌會讓自己兩年就GG不見嗎 一定不會 所以對他來講 他一定就用這樣子的方式繼續下去 第一個他可以叫板賴清德 然後第二個他又可以在民眾黨 一直持續有他的角色 不然很簡單 你看民眾黨為什麼到現在 我們回到橘子那一趴 為什麼民眾黨不敢叫橘子回來 沒有任何人叫橘子回來 對 但是我們從橘子在繞一個事情 轉一個彎 那陳志涵現在一直在幹嘛 他在講那個冷錢包 他不是才講說冷錢包這個東西是紫虛烏有 那個是10月21號的事情 你10月21號沒有 怎麼橘子昨天又說有了 而且他是轉述說 你們如貨自保沒關係你就拿去 好像那個也不是很重要 可是詭異的是 你不是說沒有紫虛烏有 怎麼又冒出來了 對 而且昨天最特別的是說 陳志涵前天接受媒體去上節目 陳志涵很久沒上節目 但他特別去上了節目 然後就自爆說柯文哲被搜的時候 有搜了一個冷錢包 然後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居然有這個有台TVBS 就一個獨家出來 說那個冷錢包是什麼 冷錢包的那個盒子 秀出來是柯文哲 2019年擔任市長的時候 去看家一個科技業者 送的冷錢包 對 幾個問題嘛 柯文哲過去 擔任市長的時候 英國人送他懷錶 他說什麼 破銅爛鐵 對不對 那如你陳志涵所說的 那個冷錢包呢 就跟優游卡一樣 請問懷錶都當 破銅爛鐵的柯文哲 會把一個空的優游卡 留那麼久嗎 你這不是 這個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對不對 再來再講 陳志涵說 到底這個冷錢包是存在哪裡 是柯文哲當時被收的時候 在柯文哲他家發現的嗎 那如果在柯文哲他家發現 柯文哲被收的當天 主要的對象應該是柯文哲 檢察官要問這個冷錢包 能不能拿走 怎麼會用陳佩琪 陳佩琪不在 陳佩琪後來有回家 後來有回家 他怎麼會問陳佩琪 他一定問柯文哲對不對 那怎麼會問陳佩琪 所以這個東西就講不攏 那如果檢察官能夠直接問到 陳佩琪的是什麼時間點 就是檢察官要求陳佩琪 去銀行開保險箱的那個時間點 所以這個冷錢包 如果是在保險箱被發現的 然後才被檢察官扣走 請問一個空的悠遊卡 陳佩琪 為什麼要鎖進去 頭髮掉了 為什麼要特別從他家 把2019年廠商送的冷錢包 放到他的包包裡面 再千里挑挑的拿到銀行去 存在保險箱裡面 這不是很奇怪 沒有邏輯嗎 所以為什麼陳志涵 要這麼非常奇怪的 他過去曾經罵過 友台的主持人跟來賓說 如果檢察官要繼續 搜查冷錢包的話 就要去找他們兩個人 要約談他們兩個人 對不對 要約談吳子佳跟郭寶姬 對對對 可是他居然在一個兩個禮拜之後 自己跑去上節目說 有一個冷錢包 他在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冷錢包這件事情是真的 所以陳志涵已經收到相關的訊息 是不是柯文哲的律師跟他所講的 所以他現在先出來洗地 洗地跟大家講什麼 我告訴你 檢察官接下來會告訴大家有一個冷錢包 或者是有相關的金流 而這冷錢包呢 是2019年科技業者給柯文哲的 而這冷錢包呢 就像空的悠遊卡一樣 所以你們不要相信檢察官所講的 但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陳志涵所說的 那個科技業者所送的那個冷錢包裡面 那個殼啊 那個殼 昨天公布的那個殼啊 第一個他就有一個 coallet coallet就是冷錢包啊 檢察官還有需要去問嗎 檢察官有那麼蠢 檢察官為什麼要告訴你我知道什麼 而且檢察官為什麼要經過你的同意 才去準備要不要收 所以我覺得陳志涵在講這些事情 只是要幫柯文哲帶風向 如果檢察官有收出什麼 或者是新聞有講出什麼的時候 他先洗 他先告訴小草 先告訴他的支持者說 這都是假 這都是假 那就是悠悠卡 陳志涵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真的不怕人家笑他笨 還是他真的真的覺得說 全世界的人都要跟他一樣 真的奇怪